北京时间9月22日,据美国著名记者沃森报道,NBA的规则将在下赛季发生一些变化, 被受瞩目的就是二次进攻时间,由之前的24秒点至14秒,缩短二次进攻时间,根本目的就是增加每场比赛关键时刻的出手机会,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,间接增强球员的竞争意识,让球迷观看到更精彩激烈的比赛,联盟格局会因此改变吗?答案是肯定的,是想一下,假如你处于慢节奏体系的球队中, 中锋抢到进攻篮板后,不再是24秒的进攻时间,球队需要在14秒内完成二次进攻机会,不能拖泥带水,同时需要成功率,如果你是一名年球的空爱,你没有持球超过10秒的机会,你需要及时把球交给队友,让他们抛弃之前的进攻模式,快速组织并完成进攻,改变进攻方式和习惯很不易, 但是联盟中有的球队,已经适应了这种新规,小球时代需要什么?助攻,快攻,三分球,团队配合和新型中锋,联盟中拥有哪些球队符合这个标准? 勇士,火箭还是Others,新赛季的他们会贴紧新规做出改变吗?首先来看看勇士队,自由市场中锋迈接和帕储力压走后,在内线桌紧箭走之时,来了全能型中锋考心思,24秒变14秒对下赛季的勇士有什么影响吗? 首先,考心思速度上,跟新型中锋相比没有优势,但劣士也仅限于防守端的落位快门,半场进攻将不受影响,同时,考心思具备精准的中投和三分球能力,内线强制技术一流,24秒进攻时间缩短, 对勇士队几乎没有不良影响,同时能增加进攻机会,使效率很高的勇士队更能获得高得分 勇士队中,受益最大的应该就是甩花兄弟了,他们进攻效率不受14秒进攻时间的限制,同时,小赛季拥有考心思这个内线屏障,他们会获得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,那么得分也就更加轻而易举了 至于扎姆斯和胡人队,新规的改变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益的,因为他们拥有新型中锋迈进和进攻全面的扎姆斯,进攻时间减少,对球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? 一是进攻节奏的改变,二是进攻选择的改变,三是防守强度的提升,新赛季胡人队因为龙多的到来,组织进攻和防守能力稳步提高, 扎姆斯的进攻选择会更加传熟多变,尤其麦基在内线的弹跳和感冒能力,像胡人队的攻防在新规下不会受到过多影响,但是,谁才是新规下的最大赢家呢? 那就是火箭队的当家球星詹姆斯·哈登,哈登厉害在哪? 后撤不三分投篮,造法球能力和关键投篮命中率,这三点决定了他在联盟中的地位,新规下,哈登能展现出更大优势吗? 我们接着分析,哈登的造法球能力一直是联盟稀许的重点,但不可以否认,他的篮球技巧和规则阅读能力很强,可以在联盟规则允许下多次制造开始诡异,却没有合适反例证,明的罚球,让球迷和球员为之惊叹。 14秒二次进攻新规,会对哈登产生什么好的影响,首先,他的造法球次数会更加频繁,比赛的观赏性会向着联盟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。 其次,缩短二次进攻时间,可以促使哈登提升水平,关键球处理能力会更加恐怖,对NBA下赛季的新规,二次进攻时间由24秒缩短至14秒。 你的参法是怎样的呢?会不会改变联盟格局呢?